大家好 欢迎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WTT支线赛事多哈战的比赛 在3月16日凌晨结束了女单32进16的比赛 13岁的日本选手张本美和以4比1战胜了国拼棋飞 此前在资格赛3比0横扫国拼谭于轩 张本美和被球迷知道是因为她是张本志和的妹妹 张本美和对阵齐飞的比赛是安排在了6号球桌 所以并没有视频直播信号 从比分来看 张本美和是占据了绝对优势 在前三局取得了3比0的优势 第一局11比7最大领先6分 第二局也是11比7最大领先4分 第三局11比6最大领先6分 第四局齐飞11比7追回一局最大领先5分 第五局张本美和11比4拿下了比赛 目前张本美和还不到14周岁 能够战胜齐飞证明了她目前的实力 在此之前张本美和已经在资格赛中 3比0横扫国拼选手谭于轩 如今又再次突破中国队防线 虽然哥哥张本志和在大满贯赛上遭遇惨败 但妹妹这边却是劫报频频 接下来张瑞将承担其阻击张本美和的任务 国拼面临严峻挑战 张本美和出生于2008年6月 是目前世界拼弹这个年龄段 选手中表现最优异的运动员 但早些时候就已经有打败中日年轻运动员的战绩 不久前还在替联赛中战胜了日本主力选手之田杀季 真是后生可畏 本次多哈之线赛 张本美和不可畏不气势如虹 资格赛连续3比0横扫对手晋级 其中就包括国拼选手谭于轩 正赛开打后又是二战全胜 同时4比1将齐飞淘汰出局 齐飞是当今女子拼弹少见的直拍运动员 此前就因为成绩突出 而被刘国良教练组破格提拔竞女一队 一般人遇到他这样打法的选手 多少会有些不适应 但张本美和却顺风顺水 上来就3比0领先 随后4比1结束战斗 齐飞的确毫无办法 而接下来 张本美和又将挑战国拼名将 与伊藤美成打法接近的张瑞 这或许又会是一场恶战 真是令人期待 值得一提的是 张本美和的哥哥张本志和 在新加坡的WTT大满关赛上遭遇了惨败 难担一轮游 输给美国小将卡奈克 混双又和早田希娜一起 0比3惨败不敌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和杜凯琴 对此许多球迷不禁感慨 莫非张本家的重心要转移了 那么张瑞能否在女单第三轮阻击张本美和成功 本次多哈之线赛 终日两队谁能笑到最后夺冠 仍然存在悬念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感谢观看